孕妇呢 本来它是一个生理的状态 所以跟母体基础状态有关 也有一部分人的患者呢 是在怀孕期间 怀孕之前相对来说是一个高脂状态 没有到高血癌的标准 但是它是一个高脂状态 或者它有一定的遗传背景 在某种因素作用下 它会导致血压的增高 那么孕妇还有一个特点 在孕期的过程中 随着胎儿的不断的增大以后 对它的循环呢 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分泌一些激素 也会引起它的血压的增高 那么还有由于它的孕期过程中 血容量的增加 也会导致它的血压的增高 所以说因素也是比较多的 有时候也是很难预防 但是改善生活方式 改善它的这种生存状态还是必须的 有一部分人是可以得到极早的预防 不得已的办法 我们该治疗的还是要治疗 首先我们要保证我们母体的安全 最终才能让我们生出一个健康的宝宝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